你 不好意思 我回来晚了 干吗去了 启游 诚哥刚才回来见你不在 又冒着被粉丝围追 堵截的风险回去找你 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以为你被绑架了 绑架我干吗 绑架我去给他们打野吗 小姐姐 你刚才到底干吗去了 去厕所了 队长为什么说你爱机游啊 我刚刚在洗手间 偶然碰见King的打野 偷偷在安全通道哭鼻子 我就安慰安慰了几句呗 不过专组骂得也真是狠啊 而且快把我们吹上天了 这样搞得我很不安 输了比赛还敢看专组啊 春季赛决赛输掉的那天 小瑞把我们手机里的豆瓣专组 一个个全部卸载掉 新人刚上路嘛 而且King战队在席卫赛是很强的 都是被别人夸的 而且你去安慰别人是什么鬼 那个不是别人 那个是敌人 万一他被你安慰得起飞了 怎么办 他们在起飞打不过我们 因为我们也在起飞 也对啊 是 在开导你的同时 我也想明白一个道理 别人看起来轻轻松松打败你之前 谁知道死底下做了多少功课 大家都是人类 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人强得像外星人一样 我们起来 太后把他们的带霍 鱼子的带霍 他把这几个都给你带霍 他把整个带霍 让她放在那里 对 我abord静roll 找人们带霍 把这部带去 你就是有个带霍 那我可以撂着 你能输吗 你不怕了 好 你想什么时候远 不行 我不同意 不能远 为什么不同意 去 我支持你 不行 下周还要两场比赛呢 万一跟上次一样那 心态爆炸 你闭嘴 那剩下的比赛 追我上 你会输 诚哥 我 真的决定了 决定了 诚哥 你疯了 就算我不帮他约 他自己也有办法跟别人约 约好了 明天下午 明天 这么快 你今天准备准备还来得及 加油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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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